拿着钢笔利落签名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新版租借法案 加速向乌克兰援助武器 除了这项加速军援的租借法案 拜登上个月还要求国会批准追加330亿美元 提供乌国安全经济和人道援助 如今众议院可能最快10号 就可以批准这项金额更高的法案 参议院也说已经准备好迅速通过 这项价值398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一兆1807亿元的最新法案 不过还是有反对租借法案的国会议员 他们担心这项法案等于开了张 空白支票给行政单位 让他们能够做除了运送核武到乌克兰以外的 所有事情 租借法案证明美国不再只是援助乌克兰 并结束冲突 而是要借此削弱俄罗斯 不过对拜登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显然是尽快 让俄罗斯撤军结束战争 而先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宣称支持向乌国提供更多援助 并且将迅速核准紧急援助金 不过两党因为是否要在预算案中纳入新冠肺炎相关救助金 或是收紧移民管制相关条款出现意见分歧 不过无论有没有涵盖在内 美国将持续甚至扩大勾引军事装备给乌克兰是无庸置疑的 欢迎新闻孙颖玲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